安播足球快信 我是李思盈 2020年12月13日 拿波里食硬森多利亚 星期日晚上,二甲击战连场 其中拿波里将座阵主场迎战森多利亚 两队近况截然相反 拿波里连续多仗保持不败兼且赢了几场 状态颇为有保证 而森多利亚就连续多仗赢不到兼且以输波居多 状态难尽人意 在这个情况下,金仗理应看好拿波里全取三分 拿波里今季的整体表现相当出色 前十轮联赛过后 他们是被判负和被扣分的情况下 在联赛仍得到20分 暂时为居职分榜前列位置 强悍的攻击力绝对是拿波里的抢分利器 大家要知道 他们联赛到现在军场入球数多达2.4个 火力仅次于国际米兰排在以甲次席 这个足以令一众对手为之忌惮 另外,拿波里今季可谓全民皆兵 阵中已经有10名球员 在联赛当中入过波 其中罗伸劳 梅顿斯和欣逝尼三大攻击手表现 尤为值得肯定 他们联赛至今已联手攻入13球 面对这几名攻击手 森多利亚一众守卫定必压力山大 更为利好的是 拿波里今季座勇主场之利 他们最近三将各项赛事主场 拿到两胜一和的佳积 其间狂入7球只失1球 攻守拒戒 还有,在最近三次主场对阵森多利亚的比赛中 拿波里络得全胜之余 还有两场零封对手 优势明显 金像迎战近方欠佳的森多利亚 拿波里赢波问题应该不大 在阵容方面 前锋无心看因相缺阵 和金像对手拿波里相比 森多利亚今季表现信息不少 他们是打完十轮联赛时紧紧拿到11分 排在即分榜中游附近的位置 攻守失衡显然是制约森多利亚战绩的一大因素 皆因他们联赛到现在 球数得失比紧为15比17 球队在注重进攻的同时 必须改善防守端的表现 否则前景确实不是太乐观 另外,森多利亚近期表现明显走样 上轮负输给斯米兰之后 他们已经连续五轮联赛 不赢波兼且输三场 期间还有四场失球数达到两个那么多 球队目前状态确实难以与人信心 更为惨情的是 森多利亚近年面对拿波里基本无运行 两队最近六次交手 森多利亚输了五场那么多 劣势一目了然 再加上金像需要作客 森多利亚恐怕只能失望而回 在阵容方面 前锋加比亚颠尼和后卫比利辛斯基等人 因相倦勤 你收听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下次再会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M直播有什么波看 有英超 二甲 法甲 NBA 西甲 淘超 日积 南美自由杯 南美球会杯 你还想看什么波啊 他要看什么波浪 你怎么能试试 我来到他们这个地方 呢 你你好像 你这么多年去 我来到你